一年一度的TVB万千新会颁奖典礼即将在十日晚拉开大幕 对于努力工作了一年的TVB艺人来说 颁奖典礼无疑是对他们一年工作的总结以及肯定 每年的颁奖典礼中最受关注的自然是世地以及世后的归属 2020年无疑是一个港剧大年 多部剧集都成为了爆款 因此今年的争夺尤为激烈 今年世后的争夺被外界视为亲生女之战 每位花旦对于世后可谓都虎视眈眈 由于没有像惠英红、爆起镜以及杨千华这样实力派的外援 再加上田虎两大事后的相继离朝 以及唐世勇没有提名的情况下 今年的时候大概率将是新进事后 就目前的网络投票结果显示 排名第一的是在杀手中有着亮眼表现的龚佳心 这也是其入行13年来首次提名事后 而另外两大呼声极高的蔡思贝和黄志文则排在第二第三名